神獸住在很深很深的森林裡 他沒有那麼容易出現的 漁夫里里人在某次颱風夜後 從此消失 兒子白潤嬰 找尋傳說中的神獸療癒悲傷 兩人首度合作的國片 在初一上映 傳唱那個戲 還有一場戲是 我騎摩托車 載你回去的那一場戲 其實那一場戲 看起來也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也是騎了一整晚 光是邊在白潤嬰 邊講話的戲 言語間就流露出 父子皆滿滿羈絆 而戲外 兩人也成朋友 沒想到愛打遊戲的 立立人讓對方很崇拜 那你平常是叫我小李嘛 白潤嬰也以該片獲得首爾久老兒童 國際影展的最佳男主角 以華登在爆紅的李里人 則是感謝大家喜愛 飄哥已經變成是我的綽號了 對呀 現在大家都不叫我李仁哥 都直接叫我飄哥 平常心 對 因為以後這個獎 會不斷地來到你家去 所以也不要太驚喜 或者是太那個 對 放平常心這樣是對的 不過連日本土有確診案例 加上營廳內禁止飲食 民眾的觀影意願 難免受到影響 春節當得歡樂好聲音二 初一台北的票房 四十五點九萬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四十一點八萬 前十五名的票房總和是 兩百六十一點五萬 相較去年初一的六百五十六萬票房 至少差了一倍 春節療癒的國片 也希望能讓觀眾 在疫情間感受暖心氛圍 TVVN新聞上面 在紅天台北倉報道 看我的眼神就知道 2022年你要跟我 還有跟老虎一樣很威 2022 跟我一起 伸出無法 自罵世界 2022 讓我們一起像老虎一樣 威猛啦